还记得荣获去年最垃圾电子产品的PSPRO吗 其实看完我的视频 我身边真有个别勇士 还是买了这个东西 大哥 我自己花700做了一个BSP 串流体验都能跟PSP持平 结果他当然是非常后悔 简单说 PSPRO的串流体验 画面 偶弧 卡顿 延迟最低也有80毫秒 就像是一桶闻起来香喷喷的原味精 仔细一看 全是吃尖 说实话 我对串流并没有什么期待 因为不论是 像素 画面 延迟 任何妥协 我都会强烈的感觉到 妥协 用Steam Deck串流1080p90帧 总延迟不到3毫秒 比好多电视还快 火眼金睛也看不出延迟 甚至4K120fps也不卡 而且画质清晰 没有任何颗粒模糊 和直连式的 手机 平板 甚至12年前的WiiU 都能穿 这是用了什么魔术 这么厉害 怎么没有人讨论 我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024年游戏串流该怎么串 所谓串流就跟直播差不多 运行游戏的还是PC和主机 但是画面会通过网络 在你的手机或者其他设备上播放出来 先说这个魔术 它的名字叫做 Moonlight月光 它的来头还挺神奇的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在Moonlight之前 PC串流是一个硬件功能 2013年英伟达发布了一款 名为NVIDIA Shield Portable的掌机 想这样 毕竟10年前 这款掌机的游戏性能和正经游戏机可比不了 没错 串流就是老黄的答案 他们为这台掌机开发了GameStream工具 允许GTX650以上的显卡 直接串流给NSP 之后推出的NVIDIA Shield的电视盒子 当然也继承了这个功能 这个Shield也蛮搞笑的 它的国航版还有全世界独占的任天堂官方简中马银和黄昏公主 真正的NS 掌机电视盒子是自家硬件 电脑上的显卡也是自家硬件 所以在体验上 GameStream被英伟达调教的几乎完美 这套串流的方案在5、6年前就是英伟达独占的最强方案 可惜它只能够在英伟达的产品上面使用 这就搞得玩家们心里都痒痒的 好想把老黄的技术给搞出来 而Moonlight的出现就是把英伟达独占的一流串流体验 赋能到了其他中端上 它的本质是一个能匹配多平台的客户端 目前已经支持了iOS 安卓 Windows MacOS Linux WiiU PSV 等等等等 虽说对接的PC端还是需要GameStream在那边做苦力 但Moonlight在串流接收端 不挑硬件的属性 让串流的可玩性提升了几个档次 吹了这么多历史 该看看实力了 串流的效果主要有两个重要指标 延迟和画面 延迟是最关键的 因为和直接输出到显示器相比 串流多了网络发送和接收端解压缩 这两个最重要的引入延迟的过程 之前提到的大部分接收中端 也就是这些比较便携的小机器 它们本身的性能和操作系统不同 解压缩的延迟表现也不同 我们每个都来试试 第一位就是重量级 Nintendo Switch 现在这台OLED已经破解 并且刷上了安卓系统 直接商店里下载安装Moonlight PC那边打开GeForce Experience 点开GameStream 然后Switch这里打开Moonlight 它又可以自动找到PC啦 哇 你看它的解码延迟 只有一点几毫秒 真的非常非常快 一毫秒是什么概念 人眨眼都要100到400毫秒 高刷手机刷新一次画面 也要8.3毫秒 这个解码真的只是一瞬间 Switch给人的印象 一直都是机能弱效 相像都是短板 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机领盒 和另一个AS一样 用的都是英伟达Tegra X1芯片 看来确实有对串流特化过 把Switch折腾成安卓 可能确实有点浮夸了 本来市面上就有很多安卓掌机的 比如奥丁2 解码延迟是7毫秒左右 比Switch慢了一点点 但感觉也还好 而且它的屏幕分辨率要更高 至于安卓手机 差不多都在3-10毫秒的区间 苹果这边非常厉害 虽然不显示 但感受上 iPhone和iPad都是1毫秒级别的延迟 苹果芯片在解码上的加速 还是很强力的 不过Mac不知道为啥延迟高了一些 可能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 WiiU和PSV作为这里最老的两台机器 没想到竟然都能玩 我觉得光是看到2077的画面 在这个PSV上 正常的运作 我就觉得超级神奇 不敢相信 不仅刚刚测的所有机器 串流效果都比PSPorto好 连PSVita一个13年前的掌机 效果都要比PSP要好 索尼真该回去重修了 对了 PSP其实差点就能被破解 都能装上安卓 获得更低延迟 甚至都有蓝牙了 谁能想到 这个发现漏洞的大哥 竟然选择上报给索尼了 说这是开发者应该做的 真是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亮了呢 跟各不相同的解码延迟相比 画质就非常好解决了 只要码率给够 什么压缩痕迹都没有 码率低的话 像PSP 只有7Mbps每秒 就经常会出现这种弧块 那码率需要多高才能碾压PSP呢 没多高 串流4K 100Mbps每秒就够了 其实是很老旧的WiFi5 也能达到1000兆 只要你信号够好 信号好不好 比网速其实更能够影响网络延迟 而且差别非常大 但是紫飞鱼安置鱼他家弱链箱在哪 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工作室举例 分享一下不同路由器的差异 我们准备了几个不同品牌 不同世代的路由器 标价都是7-800左右 来比较一下 它们在不同实际场景当中的表现 包括WiFi7 这个技术还很新 理论上它有更高的频宽等技术优势 PC都是用网线和路由器直连的 如果路由器有2.5G网口 就差2.5G来避免瓶颈 在比较理想的环境下 WiFi5和6基本看不出差别 都是5毫秒上下波动 WiFi7要快一点 最低可以到2毫秒 这是理想状态 不太理想的状态呢 我手持两台手机 同时走进一个和路由器 隔了两堵墙的房间 WiFi6这个延迟已经疯狂飙红 但WiFi7的还坚持着 而WiFi5这个则触发了漫游 变成了WiFi4 虽然国内没有开6G赫兹频段 理论上7比6不会有速度提升 但因为7多了几个小技术 所以稳定性还是有一丢丢改善的 比如这个MLO多重连接模式 不管是WiFi5 WiFi6还是WiFi6E 设备只会连接到单一的频段 所以在近距离时 它可能连接到5GHz 当你远离路由器的时候 它就需要切换到 覆盖面更广的2.4GHz 而WiFi7的MLO 允许设备同时在多个频段上连接 干掉了切换这个过程 2.4GHz 5GHz 两个频段一起发车 哪个先收到就用哪个 或者也可以聚合两个5GHz频段 同时通过这些频段发送数据 避免拥堵 所以如果你准备好好玩串流 但家里的路由器还是WiFi5的话 升级到WiFi7 你的体验会很不一样 好 有了网络延迟和解码延迟 再把其他所有 机脚盖拉的延迟都算上 Moonlight的表现 总共也就比直连显示器 慢了1到2帧 只要不是生死攸关的电竞对决 这也都不是事儿 停下 这些都是N卡用户才有的体验 那AMD用户呢 英特尔核显用户呢 英特尔独显用户呢 一方有难 八方开源 又出现了一个靠谱的服务端 来代替GameStream 名叫 Sunshine 诶 你还真别说 月光不就是反射阳光才有的吗 嗯 Sunshine在功能和操作上 想比GameStream还要更胜一筹 软件界面也要更直观和简约 而且还兼容了其他品牌的显卡 Sunshine这一波可以说是预判了 去年年初 英伟达就发了个公告说 GameStream 不想搞了 并且提出的Plan B是 Steam Link 幽默吧 至于Sunshine的表现 竟然不输GameStream 有时还更强 加上Sunshine还在持续更新 不单单是拯救了A卡 I卡用户 连N卡用户们都纷纷改换门体们 投入到了阳光的怀抱 所以只要你想串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硬件和软件的阻碍了 我发现 折腾串流这件事 最大的意义就是 过后的松弛感 想象一下 正在角落吃灰的Switch 现在刷个安卓 装个Moonlight 串流模拟器的Switch游戏 能直接达到4K60的效果 鼓刀鼓刀 简直就是Switch2啊 又比如投影仪 也可以运行Moonlight 直接投游戏画面 解决了老大男的排线难题 而且估计Moonlight的延迟 比投影仪本身低多了 目前来说 串流更像是一种 局域网内的语言游戏 这座语言的范围 虽然只能够在自己的家里 但是已经能够获得不错的体验了 真正的云游戏目前还充满了妥协 但是本地的云游戏 已经不需要任何妥协了 不再是未来的一个大饼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 拿在手上的一个实用功能